张居正死后一年 去世号 夺绝 坟墓推倒 墓碑拉开 抛锅露尸 皇上太恨你了 皇上十九岁那年 到太后宫中请安 看见一宫女 小妮子不带 过来 拉过来给办了 办完了 皇上牛逼 大学生不净干这事吗 碰了一串 怀孕了 不像韩北林 还得扔心 杨振宁怎么也不行了 然后人家一下怀孕了 皇上说他妈不是我干的 不可能不是你干的 后宫就你有那 大玩意儿 肯定是你干的 前面咱们讲过张居正 一位负责到严苛的老师 对于皇上的教育事业 丝毫不敢懈怠 兢兢业业 完全奉献 但是呢 这相当于把正直叛逆期的皇上 关在笼中 深受限制 你想啊 张居正 他这个对皇上这个态度 而且他独揽大权 得罪的人怎么呀 海了去了 你活着的时候 门声顾立 遍布天下 没人敢把你怎么着 而且他又跟这个 斯比丙比 大太监 冯宝 两个关系非常好 明代的皇帝 自己不看折子 先内阁票你 然后皇帝批红 皇帝不批红 就交给太监 斯比坚的太监 去批红 他俩一捏过 没人敢惹 谈劾张居正的折子到了冯宝 冯宝都给扣了 根本就不给皇上 所以没人敢惹 等他这俩都一死 阎官们就得了议了 凡是被张居正整过的人就得了议 纷纷给皇帝上书 谈劾张居正交恨不法 郑重皇上下怀 所以张居正死后一年 去世后 夺绝 坟墓推倒 墓碑拉开 抛锅露尸 这皇上太恨你了 太恨你了 河南前些年不是有一个学生 把20年前的老师给揍了吗 不是发生这事吗 就是因为这老师上学 都是老说我 所以这老师也活该 活比该爱揍 活比该爱揍 你干嘛 他妈跟学生叫这劲 你干嘛 你自己的儿子 你都不能这么较劲 你老打他 骂他 他将来都恨你 你跟我说学生了 所以皇上要发泄逝去的青春 十岁的时候没玩 二多岁该玩了 我还上朝 上毛线 原来张居正天天让我干这个 上毛线 不上朝 玩 玩呢 就是就玩吧 玩 还有一件事 你玩你也不至于一天朝不上 你不至于跟大臣较劲 还有一件事什么 皇上十九岁那年 到太后宫中请安 看见一宫女 小妮子不带 过来 拉过来 给办了 办完了 皇上牛逼 大学生不竟干这事吗 碰一炮 怀孕了 怀孕了 这家又太厉害了 不像韩北林 还得人工 杨振宁怎么也不行了 是吧 然后人家这一下怀孕了 怀孕了呢 这个皇上干过谁 起居住都有记载 都有记录 某年某月某日 是吧 然后皇帝姓王氏 把他给干了 然后这王氏就得跟内务府报 说皇上给我干的 怀孕了 皇上说他妈不是我干的 那不可能不是你干的 是吧 后宫就你有那玩意儿 肯定是你干的 是吧 所以呢 这就是皇上的儿子 王氏就被封为公妃 但是皇上根本就不喜欢王氏 就是一时兴起 而且呢 他也不喜欢这个王氏生的儿子 所以对这女儿俩就不闻不问 任你自生自灭 孩子一天一天见长 皇上年龄也一天一天见大 所以大臣们就认为 该立太子早定国本 早定国本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明清两朝 没有一个皇帝是嫡出的 没有一个皇帝是皇后生的 都是庶出 那么中国古代的这个继承制度就是 有敌立敌 无敌立长 如果有敌子 那就敌子继位 没有敌子 那就长子继位 既然这个公妃生的是长子 就应该让公妃生的儿子 就是朱长洛 成继大统 皇上说你们招什么急 招什么急立太子 我现在刚三十岁 我立太子干嘛 你们盼着我驾崩 是吧 把大臣们臭骂一顿 臭卷了一顿 因为这个时候皇上找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就是郑贵妃 郑贵妃生的儿子朱长荀 皇上特别看得上 想立朱长荀 但是朱长荀不是老三 就是老四 所以你如果立朱长荀 不立朱长洛 那么这样呢 就是废长立幼 这个与礼法不合 所以大臣们就反对皇上这么做 这个大臣们也是闲得淡疼 皇上爱立谁 不行了 你管着吧 大臣们也都是闲得淡疼 反对皇上这么做 这一反对皇上这么做 皇上就彻底罢工了 你们不是不同意我 这个立我心爱的女人生的儿子吗 是吧 干脆爷不上朝 我不见你们 看着你们家烦 我不见你们 不见大臣到什么程度 有个大臣入朝为官十几年 没见过皇上 六部尚书缺四个 他不管 该任命谁 爱谁谁 爱谁谁 朝政就完全不理 完全自知不理 到这种程度 最后就是文武百官 就是催促他 连他妈李太后看不下去了 就问他 说长洛岁数已经十八九岁了 长大成人了 你为什么不立他做太子 是吧 然后皇上就不经意间就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彼都人之子也 他是宫女生的儿子 太威贱 是吧 咱们就是总是认为这个中国古代是母平子贵 母平子贵的前提是几个母亲的水平差不多 谁的儿子上去了 谁的妈就贵 但是如果这妈的水平这个这个等等次差的很远 子贫母贵 子贫母贵 人家郑贵妃一入宫就是贵妃 王公妃只是一个宫女 因为被皇上干怀孕了才升为公妃 所以你的地位低 所以我要立正贵妃生的 他这个长洛呀 他妈地位低 都人就是宫女 都人之子也 说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也说太后就怒了 什么意思 当着和尚骂贼徒 如意宫人之子也 你也是那么都人之子 是吧 因为当年那李太后就是龙庆皇帝在做王爷 做豫王的时候 豫王府的宫女 被豫王给弄怀孕了 怀的就是万历 后来生下来他才 是吧 如意都人之子 哎呀 曹万历一看 这没想到啊 这没想到 我妈也是就出身 都是苦出身 所以这一下自个儿干在那儿了 没办法了 只好答应立朱长骆为太子 万历皇帝答应是答应了 但是这不是他本意 小时候被人管着 做自个儿不想做的事 掌握权力之后立马实施报复 那么现如今他妈逼着他 做了不想做的事 他又该如何呢 下一集咱接着讲